三星电子有限公司本周五发布报告 三星12月营业利润暴跌69% 为8年来最低点 原因是全球经济低迷 该公司的电子设备和存储芯片业务受到较大影响 三星作为全球最大的内存芯片 智能手机和电视制造商 该公司去年10月至12月的利润 从2021年同期的13.87万亿韩元 下滑至4.3万亿韩元 这也是三星自2014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最低季度利润 三星表示 由于库存的积压 内存芯片价格在整个季度也有所下降 此外 由于长期的经济低迷导致需求疲软 三星智能手机销量和收入的下降 直接导致其移动业务利润在第四季度的下滑 这家亚洲第四大上市公司将于本月晚些时候 发布详细的收益报告 分析师表示 这厂从去年开始的内存芯片下行态势 预计将在本季度持续下去 这厂从去年开始的内存芯片下行态势 这厂从去年开始的内存芯片下行态势